開始做題目 這題就是問角度 前面跟你講過了 這個電流在自然中受力的大小跟角度有關係 有一種情況沒有受力 一個情況之下受力最大 他現在問你什麼情況受力最大 這個簡單 前面有記住就會了 前面有叫你記住就會了 帥哥31 31 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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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 我們前面有跟你講過 電流跟長城座位跟角度有關 平行的時候不受力 90度的時候受力最大 所以呢我們答案就選的是租 下一個就是要請你比一比 好比出磁場比出電流 然後呢手心向哪裡就表示受力向哪裡 會比答案就出來了 磁場方向外面是從N級到S級 電流是從正級流到負級 然後你就會知道 你比完你就會知道它的受力向哪裡 我們找有沒有可愛小女生 十二號小老師大人 推比就對了 我們電流是流進去紙面的 進去的向紙裡面走的 磁場呢是從N到S左到右 所以比電流流進去 磁場左邊到右邊手心向下 所以受力向下 所以答案選B 這題是問你 剛才呢 剛才的題目是磁鐵給磁場 現在這個題目是什麼 地球給磁場 那你要記得我們前面教過的 地球磁場是從哪個半球到哪個半球 然後磁場呢 從上面往底下 從上往下落 表示電流怎麼流 然後磁場怎麼走 你就會知道天下哪裡 比完就會了 好 你要這要做 剛才是磁鐵給磁場 現在是地球給磁場 地球給磁場 地球給磁場 8號 8號 4號 6號 4號 4號 8號 5號 6號 9號 紫紫就正電,所以紫紫向下就表示正電向下,代表電流向下 前面要你記住地球時常從南半球到北半球 所以我們定紫面的前面是北 然後呢,電流是向下,代表入紫面 所以比電流入紫面,磁場南向北,手心向哪裡?東邊 所以呢,受力向東,所以答案選A 好了,前面有一個叫做磁鐵給磁場 這也叫做地球給磁場,待會我們會叫做電流給磁場 那麼,電流在磁場中會受力,磁場可以是磁鐵給的 可以是地球給的,可以是另外一個電流給的 就讓我們練習比一比就可以了